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二德台仰和社长Raymond 我是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 正向补同晒冷气 将齐供应验拼经济反网部的信息 传扬开去 好了,今节就想跟大家说一些我个人认为是颇为的 好笑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昨天的 昨天的台湾地区的立法院 要进行这个审查 所谓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 当中在台湾地区的立法院 所谓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就这么说 哇,他说他自己 从军40年 现在台海局势已经进入到最严峻的时刻了 声言中共目前已经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 一直都有犯台的能力 其实他们的角度一直都有犯台的能力 不过他们现在说是很可笑的 因为其实一直都有登岛的能力 一直都有的 一直都有 不过代价不成正比 这个问题是代价问题 这是一个代价问题 没错了 但是他是很奇怪的 杀有介事 特意就是要强调 到了2025年 到时中共犯台的成本就会降得更加低 到时就很大机会全面犯台了 就这么说 哈哈哈 在这次的会议 希望立法院 台湾地区的立法院 所谓的立法院 可以批准 2400亿新台币的 采购撥款 从中希望可以提升海空战力 当然在立法院自然会受到一些质询 那些质询我觉得很奇怪 好像是合在一起 做场戏一样 当中民进党的立委 林楚恩就提出质询 直接就问这位国防部长 究竟国军会不会因应周遭的动态 而改变他们的原则呢 这位国防部长邮郭静就说 我们国军绝对进手 不会开第一枪的原则 虽然我们的飞行员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 不单此 我自己要多次向前线的单位 视察和指导 而且也主动与各个部队的主管提到 要大家多与前线的官兵互动 我不知道他说要互动什么 可能是吃饭 扼手 之类 应该会说讲讲话 跟他认识话 或者是握手 或扦袍 开开心心 有一天 应该是这样 我也相信是 大概是样解的 另一位民进党立委 王定瑜質問 近日有傳聞說 中共的軍機對我們國軍爆粗 沒事的 你不知道是否中共軍機中 你不知道的 因為頻道是開放的 這位國防部長邱國正 我認為回答也算是還可以 這種傳聞的音源還未確定 因為頻道是開放的 台灣有很多業餘無線電愛好者 很喜歡玩無線電 HAM RADIO 其實全世界都有HAM RADIO的人 不過這件事是玩了很久 到現在都沒有HAM RADIO 其實全世界都多 那些人喜歡玩電子的東西 就會玩HAM RADIO 為什麼叫做HAM RADIO 這個都要說一下 中文還有一個說法叫火腿族 火腿族 很多時候借無線電 將語音文字 數據圖像傳播 這件事的歷史是很久了 為什麼叫做HAM 就是因為十九世紀 專業有線電報操作員 就笑那些技術交叉的操作員 就叫做HAM FISTED 所以越來越多人就是去業餘的 可能不是專業 就叫做HAM RADIO 就是這樣 火腿族 這些火腿族 HAM RADIO 業餘無線電愛好者 原來他們會傳到很可能是中共軍機 和互相爆粗 不會的 不會是中共軍機的 我認為 如果會的話 解放軍的軍機就有問題 但是 我也相信 我相信不是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出現爆粗的機會 都是傳言得多 所以我覺得 這些腦位好像邪的貓味 邱國正也說 希望大家不要妄自判斷來源 因為連他們也判斷不了 但是同時他也說 兩岸軍事擦槍走褲的機會極大 暫時還未見到對方會先開槍 但是國軍也謹守這條原則 就是不會開第一炮 不會打第一槍 也都要確保所有的戰機 大家都要保持冷靜 說得這麼誇張 看來很想我快點批到這筆錢 批到這筆錢 大家有錢勢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另外他也說到 其實解放軍軍機 他就說 直至去年 到今時今日 已經派出了380架次 進入他們的台海空域 去到今年 直至10月 就已經達到600架次 比去年幾乎多了成倍 他也說這種挑釁意味 是嚴重影響空防安全 所以他也說 現在已經去到40多年來 最嚴峻的局勢 不過 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空軍 也都經常飛到他們所謂的台海空域 但是如果相比起於 1996年 當時選舉前的危機 其實都還未去到 當時1996年那麼嚴峻 現在他們的說法就是 中國內地或者大陸那一邊 就是那個實力增強了 他最主要是賣這件事 就不是因為那個政治環境是特別惡劣 他惡劣的原因是因為 中國內地的實力提升了 他們就覺得惡劣了 就是原因不是在 因為有很多動作 一直都有做開的其實 就是說真的 有很多軍演 或者軍事訓練 那些 一直都有的 當然現在 就是做那些軍事訓練 也都有一些 恨國黨在那裡鬧 就是內地有些人鬧 說已經停電 還在搞軍事訓練 他用那些油 可以發很多電 就是講這些話的人 就完全不知道 整個國家 有不同的部門 是要做不同的事情的 是啊 講到關於統一這個問題 事實上最大的阻力 都不是在台灣地區內的 最大的阻力都是來自美國的 正因為這件事 現在更比以前頻繁地出現 這些戰機 解放軍的戰機 這一方面其實在 星期二 剛剛過去的星期二 美國總統拜登 亦都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電話討論過 海灣的問題 有一點 這就是來自白宮發表的聲明 兩國領導人通過電話之後 雙方都同意遵守台灣一些協議 拜登也說到 我已經和習近平談論過台灣 我們都同意雙方要遵守台灣有關的協議 我們說明 我們不認為習近平會作出任何超出協議的舉動 這段說話就是出自拜登把口的 連拜登都這樣說 都說到出來 朝雞就完全沒有什麼 所謂的軍事威脅 但是 而這位所謂的 國防部長邱國正 就說到好像似層層 嚇死人一樣 這個 對比 我個人認為是甚為強烈的 另外 拜登也說到 華盛頓長期以來都是一種政策 意思就是承認北京 不是台北的 另外 有關的協議 也提到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就是確保台灣的未來 必須要通過對話和和平解決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的軍機出現在台海上空 並不是構成任何什麼軍事威脅 一般的訓練有這樣的需要 這是我的認為 根本就不是要威脅 對台灣有任何威脅 根本不是這樣的 台灣地區的防空識別區 其實畫得很大的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 押入了防空識別區 但其實沒有過到中線 現實就是 它是拿這個議題 拿這些軍事訓練 講成武力犯台的前奏 他們的角度就是這樣說 如果在內地的角度 就是武統的前奏 但是事實上 沒有說過這件事 你可以看到 從來都 官方的層面 沒有說過武統 這件事是沒有的 就算說到底 台灣這位邱國正 所謂的國防部長 他都沒有說到說 說是沒有 有武統來 即是他在說 借武統這個議題 希望可以 政府批多些錢給他們 使用 但實際上 根本都沒有這個威脅 就說到好像有 再加上一些立委 大家好像扯貓咪一樣 吹得好像很厲害 民間的層面 真的沒有人會在意 沒有的 其實在台灣地區 你自己去問問台灣人 沒有人說會拼死一箭 事實是沒有的 我告訴大家 從來都不會有人說要 守衛台灣島拼死一箭 不會的 很多台灣地區的人 已經回到內地找食 這是事實來的 你自己去看看 當然你說什麼叫很多 台灣島上還有很多人 我們要賭不要人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沒有必要講到這麼極端 要賭不要人 整件事是有得和平解決的 我相信憑兩岸人民的智慧 是可以解決這個歷史問題的 是可以和平手段解決 不需要用武力去做的 即是你用武力去做 那個代價和成本實在太高了 一直都有這個能力去做的 其實只不過是不做的 為什麼不做呢 就是因為每一次用兵 你都要計算實際的成本效益 有些事情永遠都不會符合成本效益 你用完兵之後 都是很大條數要計算下去 那個成本就更難計算 即是你說要發動一次戰爭 那條數可以計算 但戰爭之後那條數 是沒有人能夠計算得到的 所付出的代價很可能 比打仗那一刻大很多很多 那誰能夠可以賣成一條單呢 我個人認為到牧朝為止 沒有人可以很具體地說出來 為什麼這位國防部長要向立法院要求 拿2400億新台幣這麼多呢 他也說到這些錢都會用來 有64%用在反艦武器 有些什麼反艦武器呢 就是要在近岸地區放置一些反艦飛彈系統 當中包括雄風二營、雄三二營等等的飛彈 我個人都不清楚這些飛彈有多厲害 不過那些錢都會用在這些地方 這就是台灣地區自己研發的導彈 這些就是 所以你說碰不碰 其實也不會完全不碰的 哈哈哈哈 但之前試過幾次 又誤射那些 很搞笑的 誤射那些 是啊 試過誤射事件 哎呀 那真的有點肥溜溜 不過 因為他們那個訓練是有問題的 訓練不足 那一次 他射到漁船那裡 這件事是16年的時候發生的 然後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射不中的靶 試過幾次射不中的靶 11年試過一次 17年也試過一次 所以你說行不行 說真的不行就射幾支 就是說 那些軍備不行 有些人經常都這樣說 地方的軍備不行 最多就是說解放軍那些不行 有什麼不行 有一件事叫矮多生死象 不行就多幾顆 是不是呢 飛機不行就多幾架 其實有時候 飽和式攻擊 對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說 那些軍備要好碰的 現實就是 那些人說 一定好碰的 不是給美國人做靶 美國人一架戰機 可以帶多少導彈 巡航導彈可以帶多少 你可以炸到多少架飛機 你自己有數可以計的 是不是 當美國人那邊有一隻 你那邊有十隻 你十隻不夠一隻打 就沒可能 很簡單 只是數量而已 有時候的量已經可以打毫你的 其實就是這樣 也不用用最強的武器 不用用最強的武器 不用用最強的武器 其實量已經是一個優勢 還有你那件事的成本低一點 也不需要能夠 看起來 性能是超越了才行 不用的 因為你是防禦式 很簡單 防禦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最頂尖的武器 是沒有這樣的必要 同時在昨天的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也有問過這位邱國正 關於美國總統拜登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台灣議題 雙方都遵守一些台灣協議 邱國正是這麼說的 我不清楚他們的內容 但是我們國防部 一定要做好軍事準備 政治考量 就不關我的事 是另一個層次 但是如果要打仗 我們國軍 一定要站在最前線 我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在台灣地區當兵的人 其實就是這樣 準備了投降 一出事就準備了投降 台灣地區很多 我自己的朋友都是 要打在哪裡打 立刻投降 不用打 沒得打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沒得打 立刻投降 快的話就算了 如果真的要武統的話 其實對中國人來說 這件不是好事 武統 有些人不斷主導這件事 我是很討厭聽人說武統 無論是台灣地區內的政客 炒作 或者是在中國國內 一些的自媒體 不停地炒作這個議題 或者是武統這個議題 我覺得都是很悲哀的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在這個世界 會有些人這麼想 一個自己的國家 會發生內戰 為甚麼 最喜歡這樣 因為握握握握握 是沒有成本的 講一下而已 其實講到最極端的視頻 你留意一下 永遠都會有很多視頻 因為你要傳播一個信息 其實一定要有爭議性 如果一件事是沒有爭議性的話 你就傳播不到那個信息出去 這個就是現實 做出那個惡果就是 會令到很多人 民間裡面會認為 軍方沒有能力 覺得他們肥膩膩做事 沒有能力去完成統一的工作 這是造成一個嚴重的誤判 會令到這個社會 令到民間很多的人 造成這種誤判 反而就會對軍事部署 又或者中國政府 對這件事情的判斷會有影響 反過來會影響上層的人 這種情況 客觀來說 對整件事是毫無幫助 不止 還會搞我整件事 至於在今個月 10月 今天 10月7日 曾經有過一架解放軍軍機 進入他們的防空識別區 所謂的防空識別區 這個識別區 只是台灣地區自己畫出來的識別區 那麼久以來只是有一架軍機 究竟這個算不算 侵略的前奏 這個絕對不是 而且這個只是一個演練 有些人當然是吹得很大 說到這個威脅 就非常厲害 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 一早就做了 一早就做了 不用你們說 不用等到今天 也不用民間在那裡吹 為什麼呢? 說就是浪費時間 如果要軍事行動 一聲就做了 就是了 不會有任何前奏 什麼都不會 如果真正的軍事行動 是很快的 你看美國去侵略其他國家 就知道 一聲就飛到過去了 不會說又威脅一下你 又唱一下你 不會做這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演練 也都不會的 你看他打阿富汗就知道 或者打伊拉克就知道 幾天之內 就已經部署好了 很快的 都不用出聲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多些爭拗 大家多些互噴 都是一個和平的表現 某個程度上 從這個側面來看 但是 要噴的時候 我已經可以看到 都是有默契在 都不會太過火的 但是民間那些 最可惡都是 那些好戰分子 對我來說就是 民間的好戰分子 這件事 我個人認為是真的要 控制一下他們才行 經常就吹噓說要 武力犯台 說話是沒有成本的 打人是他們自己打 就得把口 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我自己認為 始終社會有些極端分子 你只要不要讓那些極端分子 拿了社會的話語權 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很無奈 極端分子是 因為他們的訊息傳播 比較容易的關係 他們拿的話語權 就容易很多 容易一些 這個就要搞了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得到的問題 就是很想處理得到這個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都處理不到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 關於台灣地區的話題 我們就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拜拜